他是中国最受关注的考生 没有之一 他不是明星 但每次高考只要有关他的消息都能冲上热搜 而且还是热搜榜第一名 为何说每次 因为他已经参加了15次高考 你可能会问 是因为他高考成绩太差吗 并不是 他拒绝过211 放弃过985 其中还被中国政法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等名校路取过 那为何他还要复读呢 原因就是他有一个清华梦 所以觉得说 我以后考大学呢 我也要考清华大学 所以这个 种子呢 可能就在小的时候已经种下了 为了这个梦想 他浪费了15年的青春 在今年第15次高考后 虽然上了重点线 但离清华还有段距离 就在他即将放弃这个清华梦 准备今年去读大学之时 无奈天意弄人 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 他填的四个志愿均未被录取 都被华中师大推荡了 志愿呢 主要填了四个 填了北京师范大学 珠海分校区那边呢 然后还有那个华中师范 还有个华南师范大学 后面也还有个 这大的农学 就是有个情况 我都没想到 就是当然 就是已经被退荡了 此时 大家心头一震 都在关注他下一步 是不是再次复读呢 为何他的每一步 都这么引人关注呢 因为他的执着 当然你也可以说成执念 正是因为他的执念 让他奋斗了15年都离不开自己的方存之地 其实唐上俊又何尝不是另一个自己呢 咱们努力都离不开困着自己的方存之地 所以我们对他才有期待 期待一个如此执着的人 能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 这种期待就像我们期待 中国女足能拿今年世界杯冠军一样 只是出身农村的他 哪来这么多钱支撑他连读15年高三呢 何况他还是瞒着家人去复读的 他还把复读做成了一门生意 这些都是真的吗 大家好 这里是世界名人榜 周青奇说过 人如果没有梦想 那跟嫌疑有什么区别呢 那是为了梦想而奋斗的人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 而唐上俊 就是一个为了梦想奋斗了17年的人 也有人说他这根本不是梦想 而是纪念 那这到底是梦想还是纪念呢 相信看完这个视频的朋友 都能找到数以制止的答案 1988年 唐上俊出生在广西 房城港市上司县的一个小山村 上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 父亲曾是一名小学老师 后在家务农 母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生活的艰辛 让他从小就立志要出人头地 而让他确定一定要上清华这个梦想的 则是因为他的一位老乡 原来他的一位同乡考上了清华大学 毕业后不仅一锦还乡 还有了很好的事业与生活 还为自己的家乡修理一条路 后来每当这位同乡回来时 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汇聚在他家 夸赞他 羡慕他 他的父母更是被人重心捧月般的围在中间 这一幕深深地刻在了唐上俊的心里 他的目标也变得更清晰 那就是除了清华 其他的学校都不考虑 只是清华这个梦想太高调了 他一直没跟人说 甚至前几年复读时 人家问他到底要上哪间学校 他也只说了个中科大而已 只是这个梦想 对于一个山村的孩子来说 谈何容易 他读了两年初三 才考上了青州二中 经过高中三年的努力 2009年 唐上俊参加了人生第一场高考 他只考了372分 这个分数连三本都上不了 他很不甘心 便瞒着父母 拿着他们卖甘浙 换来的大学学费进入了复读班 经过一年的复读 他的进步是明显的 第二次抄了三本线几十分 可三本学费太贵 他决定瞒着父母再次复读 第三年上了二本线 但他当年的这个分数 却选不了好的学校 第四次本来可以选好一点的二本的 但志愿没填好 第五次就开始变得厉害了 直接上了一本 他报了北京的大学 但没有被录取 他毅然决定继续复读 因为他的复读的次数太多 很快就全国文明了 所以不久就有导演去找他拍纪录片 也是这一年 当年和他第一次参加高考的同学 都本科毕业了 家人也以为他读了四年大学 今年可以出来找工作 补贴家用的了 那年寒假 他就以工厂放假为由 买上礼品回家过年 为了不被家人识破 他还会给妈妈一些钱当作孝敬 毫不知情的母亲拿到钱后 满心欢喜 甚至还在村民面前大肆炫耀 就在给家里被年火的路上 堂上俊见到了高中的同班同学 在聊天中发现同学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 而他却还是一个高中生 那年的大年三十 母亲在饭桌上吐露了心声 妈妈说 都怪自己年纪大了 没本事 没能给你找上媳妇 听完妈妈的话 堂上俊流下眼泪 但她还是安慰着母亲 饭后 为了装得在香点 堂上俊咬牙拿出身上的二百块 给小孩子发了压岁钱 在年后的几天里 由于家境贫寒 父母年事已高 还种了满山的甘蔗 他每年都会帮家里收割十几亩的甘蔗 农忙完后 堂上俊说 只是随口一说 没想 却成了堂上俊最后悔的真话 时间一晃到了初七 堂上俊告诉家人 除八正式上班了 带上书包 他又匆匆地走出了家门 实际上 堂上俊提前出门 是为了打几天散工来赚取学费 虽然一直在复读 但他并不是完全没有经济来源 学校对他这样的复读生不仅不收费 而且有补贴 超过一本线的每个月给三百 每超出一分多给两块五 所以他一个月能拿到四百多块 另外虽然堂上俊读高中和其他同学并无异样 但实际在课余时间 他都在勤工俭学 哪里有散工他去哪里 经过紧张的几个月冲刺后 他迎来了第六次高考 在全班同学的宣誓下 堂上俊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的不眠不休 随着铃声的响起 高考结束了 在毕业班会上所有人都兴高采烈 还有一对地下恋人招考天下 他也起了兴子 为大家谈唱了一首情歌 暑假了 唐上俊预端考得不好 于是早早就联系了能打暑假工的地方 好为下一学期赴独座准备 暑假等下去教工 叫我 暑假工才打了十几天 就到了查成季的时候 唐上俊工厂的宿舍里忐忑地输入了准考证号 结果是563分 听完高考分数后 他觉得一点都不理想 不久他在公交车上接到了西南政法大学的录取电话通知 而他却直接拒绝了西南政法大学的邀请 因为那不是唐上俊理想的学校 他再次选择了复读 但这次他不去二中了 选择去一中复读 因为一中的补贴更好一点 一年后 他参加了人生的第七次高考 考了587分 收到了吉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因为调剂的专业不理想 他继续复读 2016年 他参加了第八次高考 这一次他考得非常理想 他以625分的高分考上了明晓中国政法大学 登上了学校的光冬榜 但是他的脸上并无喜色 因为还不是他梦想中的清华 班上的老师怕得又不去 劝他说 虽然坚持不懈 精神可嘉 但等你毕业后 就会晓得 学校和学校之间的差距 其实并没那么大 老师的苦口婆心起了作用 他放下了心中的清华 拿着录取通知书回到了家里 坦白了这些年的谎言 意料之外 没人责怪他 堂哥开口就说 中国政法大学好 你毕业后就会风生水起了 说完69岁的母亲 也高兴大笑说 你不要操心 安心读书 不要想着你爸 生死有命 原来就在最近 他爸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他拿着录取通知书到了医院 看到父亲的癌细胞 已经转移到了皮肤 父亲的嘴唇不停地流血 陪护的兄弟姐妹和亲戚们 拿着通知书也只是瞟了一眼 他们只关心父亲的病情 已经不在乎他考了什么大学了 他爸爸知道后 反而很支持他的做法 他说 此时此刻 他突然觉得 考上什么大学都不重要了 他觉得自己那么多年的执着 是多么的荒唐 一直想在家人面前证明自己 实际上都不重要 子余养儿亲不在 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他在很小的时候 就有一个愿望 要带着父母去一趟北京 在纪录片导演的资助下 他们一家三口来到了北京 登上了万里长城 吃上了北京烤鸭 随后 唐上俊带着他们参观了 北京政法大学 父亲看着儿子 能上这么宏伟的大学 不经意地说道 之后 他办了助学贷款 顺利进入了中国政法大学 与此同时 父亲也开始了话聊 但谁都想不到 他的高考故事并没有在这里停止 上大学后不久 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一所高中的招生广告 复读成绩超过六百分的可获得两万元奖励 只要考上清华 就再次奖励六十万 于是唐上俊为了筹集父亲的医药费 他从大学退学 去了这所高中继续复读 遗憾的是 父亲在一年后去世 他也状态不佳 只考了五百七十分 但也上了厦门大学 只是他不想去 又选择了复读 2018年 第十次高考考了六百一十九分 不过还是没考上清华 他再次选择复读 2019年 唐上俊都31岁了 这次唐上俊找了一所私立学校 听说这里考六百分能拿五万的奖学金 不久 唐上俊迎来了第十一次高考 这次唐上俊考了六百四十六分 被重庆大学录取 遗憾的是 仍然不是清华 所以唐上俊再次放弃 2020年 他迎来了第十二次高考 但只考了六百一十九分 于是唐上俊再次复读一年 而2021年的第十三次高考 他考得更差了 只有五百九十一分 不过也上了广西大学 但他并没有去 2002年 唐上俊的第十四次高考 考了五百九十七分 直接上了上海交大 但他依然没去 直到今年的第十五次的高考 他已经三十五岁了 他感觉记忆力也在减退 但他还是考了五百九十四分 于是他决定 报考了华中师范大学的四个专业 他以为是很稳了 没想到却被退档了 他也没参加补录 只是长叹了一生 填报志愿的失误 是没服从调剂 有人说又是执念在作祟 性格固执才是根源 他今年非要读师范不可 觉得别的专业不适合他 又不懂变通 不然也不会连续读十几年 专业不好 可以考研 他不知道还有考研考博的吗 去年放弃上海交大 也没见多落寞 说设就舍了 今年被华中师大退档 反显得心灰意朗 其实大可不必 都读了十五年了 再读不一年又何妨 你们说对吗 在高考这件事上 唐上俊赋读十四年 执着十五年 或许在他自己眼中 是梦想的驱动 但在世俗眼中 有人敬佩他为梦想的执着 也有人认为 他是在原地踏步 在做无意义的困手之斗 无论之前怎么样 今年的唐上俊决心高考上岸 这就是对过去最好的告别 只要往前走 过去的事都没那么重要 可是命运齿轮转动 好像又给他开了一个玩笑 本以为这次考上是妥妥的 没想到等来的 却是志愿退档 这样滑铁炉式的打击 兜兜转转 人生造化弄人 唐上俊似乎还是没有走出 自己的方寸之地 被退档 其实可以视为 唐上俊十五年人生的一个缩影 这些年 天时地利 有时到位 有时缺席 但都没能将他带出那个方寸之地 根本原因可能不在于外部条件 而在于他自己的内心执念 新华梦只是执念的一面 至少从他这次志愿填报情况来看 他的执念并不止这一面 人当然可以有执念 但若想不被执念所困和反噬 还得有与之相匹配的社会认知和适应能力 这方面的缺乏 可能才是唐上俊此次乃至此前十余年困境的癥结所在 那么他该如何走出来呢 最终的答案 也许不是高考能不能上岸 而是他的内心能否真正成熟 能否正确处理好自己的执念 继续坚持执念也好 与执念和解也罢 关键在于他有没有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若只是随波逐流 一会世俗 一会理想 人就只能在原地徘徊 无法抵达梦中彼岸 说到这 一个感悟是 唐上俊的困境 又何尝不是大家的困境呢 从他身上或多或少都能看到自己 只不过我们的方寸之地不是高三 不是高考罢了 除此之外 其实我们与唐上俊并无本质区别 随着电影《长安三万里》的爆火 也有一句话被带火了 回头看 青州已过万重山 曾经认为那些走不出的淤泥 到如今也就这般 风轻云淡吧 这或许是对唐上俊 蹉跎十五年最好的注视和期许 当然 也不只是唐上俊 希望曾经现在方寸之地的每个人 都能等到青州已过万重山的那一天